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4月1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胡凱文 先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新聞提搖 香港818流水式集會案7名被告罪成 當中最矚目的是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稱的李柱銘 40年從政生涯之中首次被定罪 法國記者踢爆CGTN引用所謂駐法自由新記者 否認新疆有種族滅絕一事 該記者原來並不存在 上海開始強制收集外來人員資料 繁停留超過24小時的人必須登記 此舉被認為是新疆化上海 詳細的新聞內容 在香港818流水式集會案星期四宣判 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民裁定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7人 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項罪名成立 案件押後到今個月16日求情及判刑 由劉兆峰報導 香港818流水式集會案 共有9名被告 分別被控一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 以及一項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除了歐樂軒和梁耀忠在開審前認罪 其餘7人都否認控罪 法官胡雅民星期四裁定 7人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兩項罪名罪成 法官在判辭指 當日在維園至中環遮打道的遊行活動 肯定屬未經批准集結 該集結由超過30個持有共同目的的人士組成 並違反公安條例 法官拒絕接受流水式疏散群眾的說法 表示遊行只是以疏散之命 违抗和繞過法律 實際是有計劃的未經批准集結 法官決定本案被定罪的7人 除了因為國安法案件還押的黎智英和梁國雄之外 其餘5人准繼續保釋 但他們不得離港 並須交出所有旅行證件 包括BNO 至於早前已認罪的梁耀忠和歐樂軒 法官聽取求情後 同樣押後至4月16日判刑 梁耀忠繼續保釋 但同樣不准離港 獲獎保釋的吳靄儀和李卓人報出法庭時 獲中人鼓掌 李卓人高叫 香港人加油 多名支持者和應 被告李卓人和賀秀蘭 在庭外會見傳媒 賀秀蘭表示 案件關乎港人的言論和表達自由 相信香港的自由越來越萎縮 李卓人指 818流稅式集會 清楚被全世界看到 香港人當日 是和平地行使權利 她自己如果被判入獄 將是她一生的榮耀 西方國家高度關注這次案件 包括瑞典、歐盟、紐西蘭等駐港領事 都有杜亭旁聽 多名民主派人士杜亭支持 包括佔中三子之一陳建文 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 和天主教香港教區榮優主教 陳日君書基等 今次案件被受關注 因為被告涉及82歲之心大律師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卓明 李卓明被譽為民主之父 今次首到以被告身份受審 一旦罪成 將面臨每條控罪 最高五年監禁 外界關注 案件裁決結果 或會影響市民日後行使集會的權利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 鍾建華接受本台訪問 因為判決顯示 香港法庭 在處理和平示威遊行的手法上 已經與過往截然不同 如果你根據過往 香港人對示威遊行 或者一些完全不涉及暴力 純粹是一些表達 政治訴求的一些集會 那態度上應該就不會像現在 那麼輕易就入罪的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香港法庭 在處理這些案件的時候 都傾向接受政府的強權打壓的觀點 我覺得這個和我們一向理解的普通法 以至法庭過往處理這些事件的傾向 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調整 民陣召集人陳浩媛表示 接下來有很多宗案件 涉及美經批准集結 大部分都是和平集會 但他指出 現時不論集會是否和平 有沒有參與初選 港府都會將民主派一望打盡 令港人失去發聲的機會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劉兆峰報導 香港818流水式集會案最短目的 是年屆83歲 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稱的李柱銘被定罪 是他重征40年來的第一次 回顧他的人生 有多次機會可以離開香港 和安穩的生活 但他就選擇了留在香港爭取自由民主 即使不支持港督 他也選擇與年輕人並肩同行 由呂希報導 作為香港之力最深的資深大律師 李柱銘報出法院的時候 身份不再是大狀 而是被定罪 保釋等候判刑的被告 他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不只是說早就預料 官司不是贏就是輸 之後上車離開 83歲高齡的他對判決處之太嚴 昔日戰友就非常震驚 在八九十年代曾經和李柱銘 一起參與香港民主同盟 和民主黨工作的楊悅清 曾經擔任民主黨港島東支部副主席 和李柱銘亦施亦有超過三十年 他批評中共拿李柱銘來開刀 非常可恥 為李柱銘覺得痛心 判了定了罪 對於李柱銘先生 Martin Lee 真是要開 他要整死香港的第一槍 我覺得 中國共產黨也好 港府也好 你做了全世界都在這裡 看著你 記住記住陳倫的 對不聰明的做法 生於1938年的李柱銘 在香港長大 在香港大學取得文學士之後 再去到英國讀法律取得執照 是典型香港殖民地時代的華人精英 李柱銘去年接受香港傳媒訪問的時候 就曾經坦誠 在1980年的時候 曾經考慮移民 最終令他打消念頭的 是他心愛著的香港 選擇留下 他在85年成為香港立法局非官首議員 搭上正途 85年他被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草委 到89年因為不滿中共血腥鎮壓學運而退出 自此和北京正式割席 他之後全力投身香港民主發展 創立香港首個政黨 香港民主同盟 後來再發展成為民主黨 在楊悅清眼中 他是人品極好的正派君子 他形容李柱銘夫婦是華人當中的貴族 本來可以過安穩的生活 但是就選擇一生追求民主自由 不過有一點他未能完全認同李柱銘 李柱銘的爸爸 是國民黨將領李彥和 楊悅清認為 這點令到李柱銘在大中華意識上 和部分香港人有分歧 他抑述兩年前 和李柱銘在台灣聚餐的時候 李柱銘就曾親口跟他說 因為港獨不會成功 所以不支持港獨 不過他說 在19年的反送中運動當中 他留意到李柱銘有反思 李柱銘去年4月被捕獲准保釋之後 所說的一番話也都印證了這一點 李柱銘去年4月被捕獲准保釋之後 所說的一番話也都印證了這一點 我感覺到驕傲 終須有機會 和一班優秀的香港年輕人 可以繼續走我們這條民主路 這位被中共稱為 漢奸的香港殿堂級政治人物 還在2000年 就曾經前往美國白宮 遊說國會議員支持中國加入世貿 是打國際線的始祖 一直備受國際關注 上個月更加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 鍾建華接受本台訪問 認為連李柱銘這位在國際上 有聲望的標誌性人物都被定罪 國際社會更加不會改變對香港的負面觀感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呂希香港報導 在台灣 六委會對黎智英、李柱銘等七名香港民主派人士 被控未經批准集結罪名成立感到無比沉痛 副主委邱瑞正譴責打壓異己 殘害民主人權的行為 對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 香港已經不再符合美國法律下的特殊待遇 邱瑞正回應說 台方會持續審視香港情勢發展 並且檢視和研究修改港澳關係等等涉港的法例 有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對於香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9人 一日被香港法院裁定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兩項罪名成立 六委會副主委邱瑞正表示 包括黎智英、李柱銘、吳靠儀等人 都是長期從事香港民主運動令人敬重的人物 那麼相關方面呢 是先剝奪他們的集會遊行的權利 那現在又對他們和平理性表達訴求予以定罪 我們對香港民主人士的境遇 以及香港的情勢沉淪到今日如此嚴峻的地步 我們感到無比沉痛 本會嚴正譴責所有打壓不同意見 殘害民主人權的作為 即便當權者企圖在香港擴散寒殘效應 也無法阻擋普世價值的大勢所趨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表示 同樣方面將持續關注後續發展 並對北京當局繼續侵害香港的民主和人權 限縮香港人民集會遊行權利的作為 表達高度遺憾和譴責 張敦涵表示要再次呼籲北京當局 唯有與香港人民展開誠懇對話才能化解爭議 使香港社會回歸平靜 民主的台灣會持續相挺香港人民 相挺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 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31日公布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 向美國國會認證香港自治情況 不符合美國法律下的特殊待遇 傳媒詢問邱瑞正 陸委會或台灣當局 會否跟隨美國腳步 或陸委會有沒有修訂港澳條例的計劃 邱瑞正回應指有關台灣有沒有要調整香港相關的涉港法規 涉及政府對於香港的政策和定位 除了通盤考量審作香港和兩岸程序 中共與港府的作為之外 也會考量主要國家的政策動向 陸委會將持續密切關注相關程序的發展 並檢視研修現行的涉港法規 那麼評估事實進行必要的因應措施 那麼政府除了聲援港人自由民主 也採取了多項具體的行動 包括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我們依據既有的法律規範及公私協力方式 那麼務實處理港人人道援助關懷事宜 同時也持續精進有關港人來台 居留定居的制度及法規 希望能夠因應香港實際的情況 透過制度性的機制與力量 給予港人最實際的支持與協助 對於台港關係不佳 台灣駐香港機構人員簽證陸續到期等問題 優誰正指 中共自己修改香港的選制或者實施《國安法》 傷害港人的自由民主舉世皆知 但卻對台灣亂扣帽子 甚至揚言要懲罰台灣 我想是非取質公道自在人心 那我們也是希望相關方面不要再卸著抹黑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駐港機構 都是依照2011年這個幻文共識 我們駐港機構所履行的這些功能 都完全符合這些公司內容 那麼都在為台港兩地的民眾模糊字 優Sir正表示港府對台灣駐港機構人員在簽證上造成的不方便 陸委會希望能夠得到改善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中國英文官媒《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星期日在評論版刊登署名《暴望》的駐法自由新記者贊文 內容以一手報導否定中國新疆存在種族滅絕和迫害人權 《法國世界報》在星期三報導說 這名記者並不存在 《暴望》說自己是法國人曾經住在中國7年 《暴望》又說機緣巧合之下給他有機會住在烏魯木齊》 《暴望》又聲稱自己曾經在2014年和2019年到訪新疆 並聲言 我不認為別人形容給我聽的新疆是我認識的那裏 法國《世界報》報導指 根本就沒有名為《暴望》的記者 《世界報》的記者向發放法國記者證的 法國職業記者證委員會查詢 發現資料庫並沒有《暴望》的登記 《暴望》在個人介紹中寫著 曾經在法國多間傳媒工作 又在巴黎索邦大學主修藝術和考古 其後又獲得新聞學碩士 《暴望》曾經在巴黎從事新聞工作 理論上已經有登記 但是《世界報》記者說查無資料 另一北京官媒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週三又刊出《暴望》的評論 《暴望》批評法國國會議員 執政黨共和前進黨議員李察 早前透露今個夏天訪台 考察台灣抗疫成績、計劃荒謬 鼓勵法國議員取消與台灣交流 美國智庫NBR資深研究員羅蘭德 和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彭達芝 直指名為《暴望》的記者 根本不存在 彭達芝質疑CGTN剛剛拿到許可 在法國以法語播放 但是中國官媒竟然用假記者發文 是難以想像 他說報幕可以訪問回自己 英國廣播公司BBC駐中國記者沙女 因為報導 而遭到中共文宣猛烈批評 沙女感到危險 離開北京並移居台灣 今年年初至今 已經有多家國際傳媒 將記者站由北京搬到台灣 台灣外交部週四提到 國際傳媒和非政府組織 來台有上升趨勢 3月中 台灣正式鬆綁港澳相關的 國際組織來台設立聯絡據點 不過有港人組織指 受到港區《國安法》的影響 他們憂 即使在台灣設分佈也會惹你麻煩 有文海恩在台北報導 英國廣播公司駐華記者沙女 接受BBC節目訪問時說 自己的報導 一直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和威脅 近月情況惡化 中共官媒大肆攻擊BBC和沙女本人 沙女駐中國九年 報導過不少關於中國統治的敏感議題 最近觸及中共紅線的是報導BBC 毛漢豐城一週年專題和新疆在教育營 中國外交部批評報導為假新聞 要求BBC公開道歉 BBC就發聲明說報導公正、準確 雖然沙女堅守偏採守則 但考慮到家住北京會不時遭到恐嚇 公司BBC也認為沙女情況危險 決定調派她駐台 同為記者 她的妻子愛爾蘭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梅利 也被公司要求改駐台灣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 星期四證實沙女現正在台灣隔離檢疫 並說相信她來台灣之後 可以感受到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她還說 目前共有72間傳媒126名外籍記者派駐台灣 其中自2020年1月到今年3月底為止 就有21間傳媒機構 共39名國際媒體記者首次駐台 包括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BBC等國際傳媒 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桑浦星期四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中美關係下 國際媒體經常被打壓 甚至要撤出中國大陸 桑浦說 香港失去自由 傳媒機構自然不會選擇 根據我所知譬如很多紐約時報的記者 她已經被中國院註銷了簽證 離開 很多他們分社的安排 就會將他們編到不同的地方 都不會編在香港 因為香港是一個同樣的地方 除了媒體 近期也有跡象顯示 國際非政府組織 來台灣設辦事處有上升趨勢 歐國安對本台表示 推廣民主自由的德國肥德烈 魯曼基金會 早於2020年宣布關閉位於香港的辦事處 並將在今年來台灣設立據點 台灣外交部非政府組織 國際事務會執行長王雪雄 星期四回應本台查詢 說遭到中共制裁的國際事務民主協會 和國際共和研究所2020年底 分別宣布在台灣設立辦公室 她相信未來也會陸續有更多國際組織來台灣 另外台灣內政部3月說 為了爭取更多國際及港澳非牟利組織 來台灣設立辦事處 30多年來首度修正作業要點 簡化申請登記程序 黃雪雄說 台灣其實非常適合國際非政府組織 和國際媒體發展 並說香港目前情況令人非常擔憂 過去因為政治因素讓台灣經常被 被忽略 那香港的情勢的確是讓人很擔憂 那也剛好創造了一個戰略機遇的機會 讓大家把這個目光除了從香港之外移到台灣 那其實台灣除了是香港的替代的選擇之外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更超越那樣子 其實台灣應該是不管是國際NGO或者是國際媒體 他們要在這邊追求他們的宗旨 實現他們的目標 其實台灣更應該是他們戰略的選擇 陸委會副主委邱瑞正 同一回應本台提問是說 傳媒或者非牟利機構到台灣設立辦事處 對香港帶來很大的幫助 不過他補充 截至目前為止 尚未有香港組織申請來台灣 雙普解釋 香港非政府組織來台灣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 首先要符合繁複的行政程序 加上如果該組織仍然有成員在香港 而用同一個組織名義在台灣設立據點 在現今的香港局勢下 任何事都可以動靜得救 隨時可能被控違反國安法 因此即使台灣釋出善意 但仍然有一定的顧慮 另一名因為安全為由 不願具名的動物保護組織人士對本台指 受港區國安法影響 即使完全與政治無關的組織 也憂慮在其他地方 例如台灣設分部 會惹來麻煩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恩台北報導 上海強制性收集外來人員資料的 新規定星期四生效 前往該市就醫、旅遊、公務和探訪親友等 繁庭留超過24小時 必須提交個人資料 為者最高處以人民幣5000元的罰款 輿論認為 當局此舉是為收集個人資料 又估計上海的新疆化政策 不可能會全國推廣 由喬龍 李智智報導 中國官媒新華社在今週三晚上 引述上海警方消息 新修訂的上海市實有人口服務和管理若干規定 將短暫來到上海停留的人員 納入了管理 包括來到上海就醫、就學、旅遊、公務活動和探訪親友等 停留超過24小時的人員 但是就不包括一日遊和公務活動當日往返和交通中轉等人員 報導說這個規定新增了通過一網通辦平台自主填補的方式 填補人可以通過一網通辦PC端總門戶 或者隨身辦市民雲APP 微信同支付寶 隨身辦手機應用程式 查詢實有人口資料自行填補的辦理進度 上海市韓國外商金線女士接受本台訪問時候 這個規定很突然 令人措手不及 對於突如其來的規定 中國網民嘩然 在新浪微博相關訊息閱讀量達到1.6億人次 評論者不計其數 網民幾圍道留言說 似乎帶上海在倒退 其實沒必要那麼緊張 目前出門住宿都是要實名制登記 相關數據是同步交給有關部門的平台 社會管理是網格化 很多地方都有規定 網民姜貞祥留言說 如果是住在親戚朋友家裏 登記工作的展開就太麻煩了 會被社區和相關單位增加了很多工作負擔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登記管理意義並不大 另外也有網民說 上海越來越像一個完美的福阿不下的全境監獄 一切都整治得越來越沒有煙火氣 這個城市的實際創造力在減弱 而不是增加 金線對本台說 新規定在不同的行業引起爭議 不少人都批評這個規定的出現 新規定涵蓋範圍極廣 除了明確要求用人單位 職業中介服務機構 市場和超市的經營管理者 房地產中介服務機構等單位 聘用來上海的人員提供個人資料 還要將類管業和其他住宿服務活動中 搜集的人口信息 納入登記範疇 包括入住民宿 要求經營者通過一網通辦平台 登記客人的性命 身份證件種類和號碼 法律家人士徐先生對本台說 我們看到覺得很刺激 他對人的這種控制的措施 對他來說是必然的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 來完善控制人的流動 在流動的過程中 他要做到了如智障 另一方面呢 他現在又從上海 甚至將來一定會推廣 根據官媒報導 違反新規定者 將會按情截取以500至5000元人民幣罰款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自治報導 由20個國家和歐洲議會 超過200名各國跨黨派國會議員 組成的國際組織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其官方網站日前遭到網絡攻擊 被迫關閉了大概9個小時 聯盟成員指北京為幕後黑手 並且批評他以黑客的手法威懾批評者 又說不會畏懼 有五亦同情聞報導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一直態度施明 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他的官網在今週一 受到被稱為拒絕服務DDoS的網絡攻擊 令網站關閉了大約9個小時 聯盟的協調人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 裴倫德將矛頭指向中國 而英國國防部 前網絡安全專家 羅伯特·普利查德表示 中國擁有DDoS攻擊的機構 這樣的攻擊顯然是針對批評中國的人 是為了阻止公眾訪問 中國政府反感的網站 或者是破壞這些網站的運作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 雖然北京或者可以使他們 在互聯網上癱瘓幾個小時 但是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的成員 支持維吾爾人、香港人 以及習近平所壓迫的其他人 聯盟成員 德國國會人權委員會 陸黨發言人包澤 向本台表示 目前還未肯定這次攻擊 是否由國家操控 如果屬實 這樣表明中國當局 希望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保持沉默 海外網站 甚至立維基主編L先生認為 事件背後 明顯是中共國安部門發動的 定向網絡攻擊和騷擾 原因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已經成為中共眼中釘 香港政府在伺服器上面 修行網站伺服器配置以及 護術 Cloud Flare 企業版等簡單措施等等 方面 中共面對法國人士的有力反擊 最後我們能反弄 一笑大聲 適黎科技大學教授 馮崇義向本台表示 早在2016年就有媒體披露 中國成立戰略支援部隊 作為國安部門最強大的網絡間諜機構 總參三部被納入該部門 流氓政權這樣一個動作 一點都不習慣 它是由國家政權直接出面的 一個破壞性的力量 原來的總參三部 是專門打這種信息戰 專門培養黑客 據點就在上海 他們經費也很多 馮崇義認為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有來自全球多個國家 散布不同政治光譜的成員加盟 中共這種野蠻的攻擊手法 只會強化西方世界 對中共政權的反感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對華政策跨國聯盟 對華政策跨國聯盟 已經向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通報 該中心發言人表示 正在調查這個事件的性質 並且願意提供技術支持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在去年6月成立 提出共同協調應對 對來自中國的巨大挑戰 目前全球已有20個國家的議員加入 成員超過200人 他們持續關注中共鎮壓香港和新疆等議題 呼籲西方國家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歐美多國在上個月宣布對中國制裁 其後中方作出反制裁行動 對歐盟制裁名單的第一人 正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聯合法體主席 歐盟議會對華小組主席給提科夫 同時中國官方將聯盟稱為滋擾聯盟 近期並且加大了對該組織的批評 上個月該聯盟的聯合主席和成員 被中國納入制裁名單之後 聯盟成員包紮指 有關制裁只會讓他們加倍努力 並且確認中國當局最害怕的事情都是真的 自由亞洲電台情聞報導 美國高層官員早前評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公取台灣蠢蠢欲動 台灣國安局長陳明通回應 中共將會慶祝建黨百年 習近平勢將對內 展現足以應處主權議題的能力 台灣外部衝突風險增加 台海關係緊張 台灣外交部回應 說近年台美關係的改善有目共睹 將會繼續深化雙邊的合作夥伴關係 陳明通出席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時候 報告近期美中台三邊關係和周邊海域情勢發展 對台灣國安影響 他說美中進入新競逐階段 增添區域情勢變數 在主權議題上 美中雙方對台灣議題各持立場 來到對香港以及新疆等問題堅決不讓 他認為外部衝突風險會增加 國安局會密切掌握情況 陳明通補充 2021年是中共慶祝建黨百年 2022年則是召開二十大 習近平勢將會對內展現足以應處主權議題的能力 促使中共在涉及主權的議題上 加強區域衝突風險 預計會增強台灣國安應對局勢變化的壓力 他又指按過去經驗 中共二十大應該會產生新一屆領導人 但現在看來 習近平因為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相信中共二十大之後 還是由習近平掌權 並說 政策我們一向很清楚 另一方面 台灣外交部在星期四說 關注到拜登政府 將取消台美交往限制的報導 發言人歐剛安說 事實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曾在1月說 將會依據台灣保證法 檢視對台交往準則 他說全面強化和提升台美關係 一直是台灣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 近年來台美關係改善有目共睹 將會繼續穩健 深化台美雙方 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夥伴關係 《十二港人案》之中 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被控違反《國安法》的案件 星期四提堂 由羅達鴻大律師擔任代表律師 不過李宇軒的家屬直斥 他並不是家屬安排的代表律師 消息曝光之後 惹來社會關注 羅達鴻所屬的律師樓打破沉默 發聲明說 對部分傳媒報導所指是官派律師 心感不滿 羅達鴻大律師所屬的律師事務所 Olympia Chambers的英文聲明說 李宇軒在31日 缺席西九龍裁判法院的聆訊 只是因為隔離令 並沒有其他原因 聲明強調 羅達鴻並沒有義務 向傳媒交代李宇軒的指示 和其家屬的詳情 不過家屬可以聯絡律師代表 了解李宇軒的健康狀況 又指出李宇軒正是涉及《國安法》的案件 故不得不謹慎行事 該律師樓對傳媒錯誤認為 李宇軒被安排官派律師表示遺憾 認為這個說法並沒有事實根據 純粹自圓其說 教育局在星期四公佈 接納課程發展議會和考評局 對高中四科核心科目的優化方案 向學校發通涵 其中原有的通識教育科 正式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新方案在2021、2022年的中四級推行 當局對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修改大刀闊斧 作出多項修訂 在不同的主題加入國家元素 除了冠以新的科目名稱 原定和中文、英文以及數學 三個核心科目一樣的平核等級 改為達標和不達標 痛涵之中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加入不少國家元素 課程中指方面 包括加深了解社會、國家、人民世界 及物質環境以及相關的知識複雜內涵 成為獨立思考者 能夠適應個人、社會、國家 和全球不斷轉變的情況而建構知識 理解課程的複雜性 在多元社會之中傳承中華文化傳統 加深個人對中國國籍以及中國公民身份 當局期望學生完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之後 認同國民身份 並具備世界視野、從經濟、科學、科技 可持續發展、公共衛生等等的範疇 認識其相互關係 以及於當代世界的發展和帶來的影響 同時了解香港、國家、國際社會的角色 課程大約150個學習課程之中 教育局羅列三大主題 一國兩制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以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在一國兩制的主題之下 同學要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 即是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 港區國安法和促進香港長遠發展 以及和平衡法治以及人權的關係 另外課程也涵蓋國家的象徵 即是國旗、國徽、國歌 以及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相關規定 以及香港可以由國家支持 給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優勢、得到悲憶 香港則在不同的範疇 推動內地發展以及交流 捐款賺災或支援內地發展中地區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方面 提及國際事務、修訂內容 強調中國籌組國際組織 以及舉辦國際論壇和一帶一路倡議 另外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至於互聯相依的世界 修訂提及國家和香港對全球公共衛生 特別是傳染病防控方面的貢獻 與以往通識教育不同 這次的修訂加入了10個學習時數的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主題 同學除了學習介紹中華文化的文章 更要前往內地考察 作實地考察學習國程 體會中華文化在社會保存與存勝 學習讚寫考察報告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科試 大約是原有內容的一半 不設獨立專題探究 科目只設一卷 包括多項選擇題、短問題、短文章式問題 限時2小時 大學校長會決定 自2024、25學年入學起 文憑市考生 四個核心科目的基本入學要求 將由3322 改為332A 即332 和達標 更多詳細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看 多謝